懷疑有航拍機撞向大三巴牌坊 文化局說沒有對大三巴造成破損 最澳門記者黃偉之報道 澳門文化局早上派員到大三巴牌坊 檢查了大約2小時 未有發現痕跡和碎片 對比上年年底全面巡查視影的照片 也沒有跡象大三巴受損 民化局保安人員星期三晚上7時多 發現有小型航拍機在大三巴牌坊第二層石拱外墜落 警方說涉事航拍機未有向政府申請拍攝准召 穿越牌坊的時候 懷疑因為信號接收不良輕微碰撞牌坊 警方事後一度帶走一名內地男女客調查 其後將它釋放 也將個案資料交給民航局跟進 根據民航法例 如果晚上在澳門範圍內進行航拍 需要向民航局申請許可 為例者可被罰款2千至2萬元的澳門幣 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教堂正面前逼的為止 教堂在1602年開始修建 一百生五年遭大火燒毀 剩下正面前逼 目前澳門部分區域禁止無人機飛行 包括政府總部 立法會大樓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機構等 但就不包括民物建築 文法局又說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會進行檢討和考慮設立新措施 規定航拍的時候不可以太接近民物建築 無線電視傳澳門記者 在黃偉之報道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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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